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六百九十一集 走了 林婉容大惊一把抓住子彤的胳膊 他去哪儿了 什么时候走的 哎呀 你弄疼我了 紫童皱着眉头痛横出神 林婉容急忙松开双手 望见他被拧得通红的手臂 老脸阵阵的发热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担心伊莲啊 紫童恼火的看他几眼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这都是你自找的 刚才你擒拿了福尹大人 我们大家伙只顾着高兴 转过头来时 伊莲就已经不见了 这满山遍野的都找遍了 也没看到他的影子啊 这 这 林婉容目瞪口呆 在最危险的时候 伊莲坚定地站在他身前 用娇弱的身躯 为他阻挡刀枪 当成功来到时 他却无声无息 悄然离去 这丫头的性子 当真和安姐姐有得一拼啊 他心里百感焦急 沉吟半天 叹了口气一道 唉 他会不会回应约雾去了 我怎么知道 紫童鼻子里哼出几声 纷纷瞪着他 反正我们伊莲啊 只是高山上的一棵小草 天生就没人疼 没人爱的 好不容易遇到个一中人 他全心全意付出了所有 哪知这个死阿哥 根本就是个无情无义的歪尔郎 他还能怎么样啊 这就是阿妹的命了 紫童体一联名不平 正话反说 指桑骂怀 也不管阿灵哥是个什么身份 上来就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 林婉容无法辩解 却又暗地为小阿妹感到欣慰 有这样性命相交的朋友 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那我该到哪里去找他呀 应用物吗 阿灵哥垂头丧气地摇头 我要去了的话 只怕会被昆山他们的柴刀 剁成肉酱啊 总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紫童扑驰一笑 玄疾颜色一正 眼珠咕噜噜直转 你傻呀 就算阿妹真要回音乐屋 也不可能交出那么快的 这才过了小半个时辰 她十有八九还在山上 你兵多将广 就不会派人去找她吗 我随便说说的 派不派人全凭你自愿 我可没逼你 这丫头可真会说话 林婉容急忙点头 当然要派人去找 伊莲不仅是你的阿妹 也是我的朋友啊 朋友 子童不屑地冷笑 人家伊莲将腰带都送给你了 那首首情歌都是唱给你听的 就只有朋友这么简单吗 你倒是把什么都退得干脚 林婉容心中有愧 不敢答她话语 积极寻来高求和四得 嘱咐他们各自带几对兵丁 满山搜索苗家小阿妹 不见伊莲的影子 绝不罢休 子童言辞稍缓 光叫别人去有什么用啊 你自己呢 就不去找找伊莲吗 他为了你而失踪 你难道连一点歉意都没有吗 好一个狼心狗肺的复兴汉 苗女果然泼辣至极 林婉容被骂得满头大汉 一点脾气都没有 唯有使劲点头 去 我当然去了 阿玲哥可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这还差不多 子童心得意满 严肃地望着她 阿玲哥 我很重重地警告你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 要找不回伊莲 我们应悦屋 永远都不欢迎你 这丫头威逼利诱 手段一套一套的 林婉容对伊莲满是歉意 自不会反驳她的话 只有唯唯诺诺应成 谨慎得很 带到送走这泼辣的迷猜 花山节相亲会 已进入最高潮 山谷间情歌飞舞 笑声不绝 引有成双成对的苗家男女 紧紧地靠在一起 羞涩地互相赠送御带 处处都是欢乐的身影 安姐姐也不知哪里去了 此时的林婉容 倒真真正正地成了个局外人 这欢乐的场景与她无关 五连丰分五半 山高险峻 占地极为宽广 寻了小半个时辰 依然没看见少女的影子 难道伊莲真的回应悦物了 她心头涌起淡淡的失落与酸处 林兄弟啊 高求气喘吁吁地跑来 大声道 应约雾的紫东姑娘 叫我转告你 她在五连丰后山的绝壁 发现了伊莲的碑袋 绝壁 碑袋 林婉容瞳孔目然放大 心里扑通扑通乱跳 跳起来大叫道 在哪 快带我去看看 老高知她心中焦急 应了身急步而出 转向后山而去 这条道路 林婉容并不陌生 她被大长老匡骗跳崖落水后 就是从这里返回花山节的 踩到半山腰际 便见子童手中握着个 黑底红边 丝线支撑的精巧描袋 双手颤抖 满面悲色 林婉容看得脸色大变 急步闯了过去 一把抢过子童手中的小袋 片片写着山歌的竹片 塞满了那精致的描袋 竹目上绢秀的小字 清晰可见 这是一连的东西 林婉容双手都在颤抖 紧张得心都要窒息了 一连呢 一连在哪 我怎么知道 子童双眸含泪 气得直跺脚 我找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只看见被带放在这 一连不知道去了哪了 啊 林哥 这下面可是万丈深渊啊 不会的 一连不会有事 林婉容脸色煞白 喃喃自语着 把脚飞一般地 向山洼中奔去 夜色沉沉 月光清冷 他心慌意乱 脚步早已没了张法 数次摔倒在山路上 又急忙爬起来前行 带到赶至寒潭边上 连呼吸都有些停滞了 他气喘吁吁地向前打量 清澈的湖水波纹荡漾 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辉 就仿佛一块平整的镜子 四周寂静无声 听不到任何的响动 一切都平静如初 他却心有戚戚 围着那湖水团团转了一圈 木然 临水的岸边 显出几个浅浅的脚印 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 从脚步留下的弧线来看 这是一双秀美的女子双足 脚印的痕迹 由浅到深 自湖边软土 浅浅往淤泥中陷入 极致消失不尽 不好 林婉容瞳孔猛地放大 望着那幽静如静的湖水 他心里仿佛窒息一般的慌乱 一连 你在哪里 他双眸血红 扯开喉咙 对着湖水疯狂地大叫 你快回来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普通一声 他大吉之下 顾不了许多 连衣裳也没来得及脱 直直地跳入了水中 阿哥 那离岸边的一块大石后 木然响起个惊喜中 带着颤抖的声音 是你吗 是你吗 你这是干什么 石后 站起一个窈窕俏丽的身影 欣喜地转过头来 望着水中的林婉容 满面的泪光 林婉容看得呆了 连脸颊上的水珠 都顾不得抹去 一脸 你 你没跳舞 少女娇颜羞红 别听紫童胡说 我 我那是吓唬她的 阿哥 你跳进潭水中干什么呀 这水寒得很 会冻着的 快 快上来 听一脸如此说 林婉容裁决浑身冷嗖嗖的 寒风吹过 她脖子一凉 喷嚏一个接着一个 一脸急步行过来 伸手拉住她 快 快上来 温热的柔衣落入掌中 竟带着轻轻的颤抖 林婉容轻道 一脸 我 我没事 少女强自一笑 某种水雾鸟鸟 将她手心握得紧紧 上了岸来 整个衣裳都已湿透 粘在身上水流不止 说不出的难受 一脸将她推到大石后 阿哥 你把衣服脱下来 啊 不是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我是要帮你将衣服烤干 一脸脸色蕴红 急忙摆摆手 这苗家少女 淳朴智着 脸颊瞬间 胀得通红 几乎就要哭出来 林婉容看得好笑 心中却是温暖 一脸 谢谢你 一脸呆呆望住她 奄然一笑 无声地转过头去 相间轻颤 阿哥 不要对我说这些话 你等着 我马上就回来 她去得快 来得更快 才不过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折返 手里抱着一大堆干柴 飞快地堆好 点起火来 熊熊火光 瞬间燃烧 映着她娇艳的脸颊 少女站起来 羞涩地转过身背对着她 同时将手往大石后身去 把你的衣服递给我 一天之内两次落水 一次被动 一次主动 这下老子也算回到原始社会了 林婉容老脸发热 飞快地脱下石衣 递到一脸的手中 又急速地收回手去 哆嗦着 躲到了时候 阿哥 你不要怕 我对谁也不会说的 一脸体贴道 不提还好 她这一提醒 林婉容顿时满脸的尴尬 这次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不问青红皂白就跳下水去 如果现在有人窜过来 那明年大华最流行的 就一定是林三哥的裸照了 一连将她衣裳在木架上搭好 滚滚热浪中 水雾鸟鸟升起 映着她俏丽的容颜 林婉容脸皮中是酒精考验的 稍有不好意思便恢复了正常 仗着躲在石后无人看到 小声问道 一脸 你怎么会在这寒潭边啊 少女恩了身 袖手轻轻挑动燃烧的篝火 脸颊一片蕴红 那会儿 你擒拿了那大人 所有相亲都欢天喜地的 圣姑和你 圣姑和你说话的时候很快活 我不想打扰你们 就找到这里来了 她说得隐晦 林婉容确实心中有数 定是我和安姐姐 不经意地亲热画面 被一脸给瞅见了 她心里难受 才想找个地方躲避 既然你不是要投糊 林婉容甘笑几声 那你的苗带 怎么会挂在半山腰啊 一脸疑惑地摇头 我的苗带 是子彤阿姐借走了 她说要拿去办点事 什么时候挂在半山了 想起那个泼辣迷猜的 诡异神情 林婉容急忙道 子彤她知道你在这儿 嗯 阿姐一直在这里陪我说话 少女修道 她说你使乱 她说你狠话 要去圣姑那里揭发你 我只好吓唬阿姐 如果她破坏了 你和圣姑的感情 我就去暴石头湖 阿姐拗不过我 就拿走了我的苗带 还抢走了我的鞋 不知道要干什么 原来是这么回事 林婉容彻底明了 一切都是子彤那丫头在捣鬼 一脸根本就没回应乐物 也没投胡 子彤是为阿妹鸣不平 才会使出计谋 故意吓唬阿灵哥 让她来见一脸的 这个泼辣的苗女 还真是惹不得呀 她出个主意不要紧 却让我又失了一次身 光着屁股躲在石头后面 要传来出去 还不叫天下人 小雕大雅呀 子彤手段虽恶 却也是一片好心 不能责怪 林婉容叹了声 唉 一脸 你现在相信 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了吗 从前阿灵哥说过好几次 他来苗寨 就是为了和圣姑相亲 只可惜那时候大家都不知她身份 都先入为主地以为她对圣姑不过是一厢情愿 闹出了好些笑话 少女脸色凄苦 双眸泪珠韵姬 莫然地点头 阿哥 我早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只是没想到 你原来是令胡人闻风丧胆的兵马元帅 华山街上折柜 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只有你这样挚勇双全的英雄 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圣姑 听依莲说出这些话 林婉容也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她叹了声 无奈道 唉 进入许州府啊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的身份 你 是不是很恨我呀 不是的 依莲拼命摇头 泪珠缓缓地躺落 我从来就没有怨恨阿哥 从你滑坡玉佩 赠给我的那一刹那 我就知道 你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只有珍重胸怀宽广的人 才会有那样的气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